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美鳳上一陣子去拍 有夠漂亮 藍天白雲 怎麼拍 怎麼美 騎那一陣子 你看很多人可以走路 騎工人車 還有那些情侶很浪漫 騎機車 女生跟她摸摸摸摸 我說好浪漫 但是我的朋友說 第一天浪漫 第二天受不了 女生說 我不要再曬太陽 我不要再這樣吹風了 好 但是去到另外一個所謂 譬如說我們拍得多好 或是藍衣 哪裡 那一陣子看到很多人都騎那一陣子 最重要就是大家讓身體更好 你才有好處 身體健康 晒晒太陽 多幸福 所以我們去出外景 雖然很累 我們早上 午六點就要起床準備 然後一直晒太陽 一直忙忙到天黑了 太陽沒有我們才收工 可是那時候很充實 但是你也必須要好的體力 所以保養很重要 今天要好好保養 就是在我們能夠 就是保養自己的時候 把自己照顧好 把家人照顧好 我們可以四處趴趴趴走 我們要藉由很多的專家 來跟我們分享 好的 也請到這位來賓 現在也很會保養 身材越來越好 首先歡迎梁佑楠 鳳姐好 大家好 年過四十 想要有好的狀態 光差綁品是不夠的 內在保養是很重要的 是的 沒錯 越來越狂野 好美 好棒 另外這一位就養生達人 有些事情來請教他 他就會跟我們分享 歡迎陳淑光先生 好押韻的 沒錯 你要有好的體力 你就不能大意 一定要知道說怎麼樣 注意一些生活上一些細節 另外這一位就是中醫專家 我們歡迎賴清旭先生 身不好容易衰老 由內而外的保養 你一定要知道 說得有道理 我們先看看 感覺你會外面漂亮 你會搬東西 對 可是體內如果你 有不舒服 有什麼其實它會散發出來 會影響到你外在 像你一直都把自己維持得非常好 沒有 我也有OK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發現 年過四十 所有的機能都開始在衰弱 在減退 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本錢 對 沒關係 有睡飽就好了 沒關係 我多吃一點就好 都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然後要照顧小孩 要工作 然後要忙家裡 有時候 體力跟精神都不太好 其實你說 有時候狀態好 就是保養品擦一擦 可是有時候你連擦保養品 你都看起來還是 不太OK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應該是裡面出問題 一般人都不會有這樣的解決線 我有一次要打戲 我們到攝影棚之前 一定都是素顏 大拉拉包包拿著 早 就坐下來化妝 因為化妝師跟我很熟就這樣 我說你是怎樣 周星馳店 你看太多了嗎 她說不是 妖嵐 你 你為什麼臉這麼乾 這麼黑 然後那個 整個顏色這麼暗沉 我說有嗎 化妝師告訴我 你這個就像什麼 你知道嗎 是一種中藥材 我說中藥材那一定是很好的 她說沒有 我給我搶了 你在問 她用這樣形容我 我這麼認真在保養 後來我回去之後 我就覺得 我就想不行 那我一定要去看醫生 因為我那時候睡也睡不好 對不好 然後有的時候喝咖啡 還是體力不好 結果我去看中藥 她幫我摺不著 她才知道 其實我裡面的五臟內腹 都不OK 因為我們睡眠不好 吃也不定時 很容易去影響 後來看了中醫之後 我才知道 男人怕傷肝 女人怕傷腎 是這樣嗎 真的 其實 男人顧肝 女人顧腎 其實腎臟 男女都非常重要 是不是 像我們 上了四十 五十歲之後 這個保養是不能少的 那以我自己而言 我 因為在一個大企業工作 早年 那真的是拚老命 那真的是拚老命 因為很競爭 對 壓力也很大 有時候 上下班 你說現在的年輕人 我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十一二點回去 常常是 回到家裡面 可能還有第二天的報告 還要準備 好 所以那個熬夜 好像有點家常便飯 所以剛才佑南提了說 風乾伏肌皮 我們那個整色叫 所以 後來也發現 因為你體力不好 工作壓力大 體力不好 我們就會想怎麼樣 想要提省 對 提省就是買一些提省飲料 要不然就是喝咖啡 做提省飲料 咖啡是不離手 長期這樣的壓力大疲憊 壓力大疲憊循環 它就造成一個 你會發現身心都 好像快出問題了 也會有一些 情緒方面的問題 所以 我那時候就警覺到 不行 這樣子不行 這個年紀有了 我們還是要開始保養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就有特別特別說 就是養命 就是老祖先講的 所以我們這個腎臟保健 我當初就是也有 找到一些資料 我就覺得說 這個部分 確確實實要帶到 我們日常生活中 讓我們這個身體健康 能夠慢慢一天一天 能夠把它保健起來 台灣來說滿多人 就是因為可能 太累也好 或什麼沒照顧也好 或是飲食什麼 影響到很多人在洗腎 對 這個是 其實像很多長輩 都是到了晚年的時候 開始洗腎 因為身體的機能 一年不如一年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奶奶就是因為中風 然後造成腎功能衰竭 就開始洗腎 然後每次要洗腎 就是全家大小 連紅帶片都把奶奶帶去 但奶奶一定不願意 可是我知道他們每次洗腎 好像一次大概要三到四個小時 對 然後每次結束之後 我看那個奶奶 她都這樣 好像身體很悲 然後怎麼樣都打不起精神來 就感覺上 精神上好像也不好 然後她都跟我說 叫我一隻大隻大隻蚊子 把它弄起來之後 身體很痛苦 所以你就聽老人家 這樣在洗腎的時候 就覺得洗腎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洗腎 這兩個字聽起來是 很可怕的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年老或年長 其實大家都怕 這個東西 盡量是不要 對不對 因為像洗腎 它就是很傷元氣 大概洗腎的過程中 我們的紅血球也會被破壞 所以一段時間 醫生還要去量測一下 你這個紅血球的數量夠不夠 還要打一個 紅血球生成數的增劑 像這個 有時候為什麼洗腎病患 它會喘 會喘 會疲 就是它這個元氣大傷 也有傷到紅血球 我們先了解一下 怎麼樣來自己了解一下說 可能有這種狀況就是 你要注意腎 可能有一點小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檢視一下 對 好 它每天很認真的 工作 可是它不大會哀嚎說 我很辛苦 我不舒服 所以等到我們 當你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大概都是大問題了 所以我們很需要說 從日常生活一些徵兆 然後去看看說 你這個早期發現腎臟是不是 出問題了 那現在這個 我們一個五字訣 就是你可以做 自我腎功能的檢測 第一個就是泡 小便有細微的泡沫 而且30秒都不散 就是說尿完 看那個尿是不是有起泡泡 對 先不要急著沖掉 看個大概30秒 1分鐘 你就會發現如果說 泡泡久久都不散 那這個就會有點問題了 如果二 三十秒了還沒散掉的話 那就要注意了 對 好的 好 再來 第二個就是水 水就是當你的小腿 腳踝 壓下去 又扶不起來的一個凹陷 這個就表示下肢有水腫 水腫 可是很多女生 我們有時候站一天或是 到了晚上 腳都會比較近 日常都還好 到晚上都會比較腫 對 那種通常按下去 它很快會浮起來 真正的水腫是按下去 它久久都浮不起來 就一個凹陷的印子在那邊 那個就是水腫 這個表示說 你腎臟功能的水分調解功能 已經失常了 那個皮膚沒有固寸了 對 就不會馬上彈起來 可以這麼說 第三個是 高血壓 高血壓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腎功能 它會去調節水分 然後去平衡你的血壓 所以當你血壓出現問題的時候 八成腎功能都跟著變壞了 是 然後再來我們看 平 就是當你有不明原因的平血 因為我們腎臟功能裡面 有一個作用就是 它會分泌一個 紅血球生成素 剛才有提到 紅血球生成素 起腎的病人 他經常要去補充這個 紅血球生成素 防止他的貧血 那如果說你的腎臟出了問題 紅血球生成素減少了 就會造成貧血 那最後一個就是 經常會感到疲倦 無力 這個因為我們腎主那氣 當你腎氣虛的時候 人就會很容易累 就會近身萎靡不振 所以從這幾 你看這五個字 來檢視 對 好 比如說吃什麼 或是就是生活習慣 有哪一些比較容易 比較傷腎 第一個就是不要熬夜 你看熬夜第一個 我們講說是傷肝對不對 盡量 對 盡量 一直朝著這個路在這邊 我們對熬夜的定義 晚上11點鐘 就要躺下來睡覺 超過這個時間都叫熬夜了 熬夜第一個傷肝 第二個其實它就傷腎了 你看熬夜的人 他會不會容易黑眼圈 會 臉色都會暗沉 對 然後容易水腫 這個其實都是 腎功能變差的一個徵兆 所以熬夜傷肝又上腎 盡量避免熬夜 第二件事 你看我們很多說 這個病從口入 所以要保護你的腎臟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這些食物不要吃 比如說像罐頭食物 醃漬食物 還有醬料很多的這些食物 就是比較 高鈉的這些食物 盡量不要吃 免得去增加你腎臟的 代謝的負擔 了解 因為再製品的東西 就不是像鹽食材 這麼地新鮮 這個吃得要注意 也不要太鹹 太甜 那再來一個呢 要多喝水 我們人體每天代謝 它需要一定的水量 比如說 你的體重乘以30 這個大概就是你一天所需要 代謝基本水量 你如果喝不夠的話 那你的小便的濃度就會 尿液的濃度就會比較高 它會容易長菌 而且你水喝不夠 很容易會有腎結石的問題 所以水一定要喝夠 是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你看我們其實我們台灣人 真的很喜歡吃藥 中藥 西藥 草藥 各種藥都吃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說 很多人他不喜歡看醫生 自己當醫生 然後自己就去聽人家說 這個藥好吃 這個藥吃了 對身體怎麼樣好 然後就去買來自己吃 通常這樣都比較容易 吃出問題出來 還有一些 我們台灣民間有一些青草藥 說吃了這個藥之後 可以降你的肝功能 可是這些藥通常都很苦寒 苦寒就傷腎 所以你把肝功能顧好了 結果腎壞掉了 反而要去洗腎了 這個得不償失 對 所以吃藥一定很重要 就是要有醫生來處方 這樣就比較安全 那我們講到好了 就是腎的話 有些我們要注意的 還有檢視的 我們都大概了解了 有什麼樣就是說 讓我們腎臟能夠 比較健康的那種方法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外功 一個是內功 外功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你每天做一個腎臟的按摩 人體有兩顆腎 它就在我們腰部 然後後面這個肋骨下緣 所以你把你的手放到這邊來 摸下去這就是你的腎臟 那要做之前呢 先把手心搓熱 那最好就不要隔太多衣服了 對 手心搓熱之後 放到你的腎臟這邊 然後上下的按摩 每天按多少 就按88 64下 按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的全身就是很溫暖 氣血流暢 然後你整天就會覺得 很生氣氣暢 那再來我們就講內功 內功就是 我們中藝就講食補 藥補 那食補的部分呢 五臟會對應這些食物的顏色 所以腎臟對應到黑色 黑木耳 香菇 然後 黑豆 黑豆 再來黑芝麻 這些都補腎 都入腎 甚至比如說像 像核桃 核桃仁 還有枸杞 這些都是很好的補腎食物 經常都可以吃 對 我有聽過 就像有一些中藥材 也是對身體比較好的 保肝 保腎 什麼東蟲夏草 對 我就聽我的中醫師說過 像也有一些媽媽就會把這個 拿來喝雞湯 喝白果 就是全家人一起吃 就是食補 照顧家人的健康 剛好佑南有提到這個部分 對 因為東蟲夏草 我稍微有一點研究 這個東蟲夏草 它在天然環境那麼嚴苛 你現在真的要買得到 真的 不容易 真不容易 在市面上有很多號稱 東蟲夏草的保健食品 大部分都沒有通過認證 就連比對菌種 也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 中英文學名都符合標準 才能透過衛福部的認證 講說要與野生的東蟲夏草的DNA 是要完全地符合 在功效上 也要有一定的效果 而且合法申請到建置號 這樣的一個 東蟲夏草的保健食品 才是符合食用的規範 也不用擔心有重金屬 一些 我們說大家食用上面 才能夠安心 在市面上 目前我也是看到 只有楊定一 楊博士的 生產的團隊 是通過衛福部認證的保健食品 它花了十年的時間 大概是目前我找到市面上 真正稱為 東蟲夏草的保健食品 是什麼樣的保健品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這個就是我找了很久的 東蟲夏草 它是把它做成液態 這個液態我都是早上起來 這個男女老幼幾乎都可以用 還有膠囊類的 一樣的 純液類的多糖體上面 比較豐富 豐富 膠囊類的 它是整個菌絲體都放進去 所以它的營養成分是比較完整 好 那我可以吃喝看看 我可以吃喝看看 那等於就是 如果今天喝了這個 就不一定要吃那個吧 其實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它這個的補充是快 比較快 有感覺 我們通常是搭配 搭配 如果你說一般保養 我們用膠囊可以 那你覺得自己希望能夠加強一些 工作的疲累 生活中的壓力 我們就用純液 是 它應該是很原味的 看看佑南覺得那個口感 是 這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也不會超不超不一樣 不會 都不會 而且我這樣子 回甘以後那個感覺 口感還滿好的 有一點點像那個 酷類的那種鮮味的感覺 是舒服的 冬蟲夏草它其實有哪些好處 我來請問一下那個醫師 冬蟲夏草它第一個主要的作用 它就是增進我們的腎功能 而且它可以保護你的腎臟 免於毒素的破壞 然後造成慢性腎臟病的發生 所以它一個除了增強腎功能 還可以保護腎臟的細胞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第二個呢 它就可以提高我們的肝臟功能 你看因為它加強了腎臟的 代謝的過濾作用 它把這些毒素都排掉了 就減輕了肝臟它的代謝負擔 所以它也可以保護肝臟 然後第三個呢 它就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你看很多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悸喘 慢性咳嗽的人 他的肺功能都不好 那對於這些病人如果說 我們給他東東下草 他會去強化他的肺臟功能 調整他的免疫作用 提高他的抵抗力 所以在這方面 這種過敏的人 氣管不好的人 他也很適合吃東東下草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提高我們身體的能量 因為東東下草它的溫慎 然後補精液氣的作用 它可以補你的氣 那我們身體的能量工廠就是立腺體 你只要能夠促進立腺體的活性 你的身體自然就會精氣十足 所以東東下草有這樣一個作用 好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 陳先生生活達人 他自己養生達人 所以他都會去注意說 這個來源 然後他的過程 知道過程 你自己有這樣來使用以後 你自己的感覺 你身體有一些什麼改善或什麼 其實因為我用了一段 滿長的時間 除了自己就是 因為早期就是熬夜 工作壓力大 我自己最明顯的就是說 你譬如說真的這段時間 又要趕專案 可能自己就真的要多 自己要注意 要保養 所以就要很規律 乖乖 每天早上一瓶 真的體力中午可能下午 早上開了一天會 下午又有會議的時候 你中午要稍微稍微 我就會趕快再用膠囊 再來補充 他整個精神就可以維持住 其實我有碰到一個朋友 他是胃不好 胃不好他常常一段時間 就要胃腰 出血 要開刀 他過往的經驗就是說 他一開刀 那差不多最沒有三 五天 沒辦法落臉症 他那個就是 我推薦以後 我說你平常就保養 所以他那次動刀前 大概有兩 三個月就開始用 那說也很特別 就是說他補元氣的效果 會那麼好嗎 他那天開完刀之後 不但醫生跟他說 你這次這個狀況很好 他到當天下午就跟醫生說 我好像可以 我可以上來走走 他當天下午就下床可以走了 比較有元氣了 那我們就是 可以跟什麼樣的族群 來分享一下 可以推薦給什麼 我會很建議就是說 像護理同仁 他們有時候就是輪散班 我們的保全人員 他有輪散班 我們的警務人員 沒辦法 他就是日夜顛倒 對身體還是 我們身體失蹤還是會有影響 但是你就是要保養 我覺得這些族群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小朋友可以嗎 對 像很多小朋友 就是從小就知道鼻子過了 對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就是大概減量 減一半 減一半 剩下的一半 當然如果你保存得好 就冰冰箱 就自己喝了 最好是健康就喝掉了 對 就自己也保養一下 也要給媽媽 媽媽保養一下 是 好 當然就是說保健食品 剛剛陳先生有講 他就是說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想他都有一些介紹 有一些使用的方法 這個膠囊跟液體 還會建議可以分開 如果真的很累 你就可以膠囊那個 這都是一個 讓自己養生的方法 那就是 我們就是 不要讓這個腎到後來 真的很不舒服 再來說必須要怎麼樣 在這之前就把自己照顧好 知道有些新的資訊 然後當然我們正常 盡量正常 工作 生活作息盡量 但是如果難免有一些應酬 有一些什麼 你更需要保養 所以保健食品 搭配了我們正常的生活作息 還有一些運動 一些吃的什麼 我想這個效果會是很好的 因為健康是無價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海鳳的分享 要多喝水 謝謝 謝謝 謝謝